特查近年来各科室发表的论文 凡设计学术造假 绝不宽容 尤其是贺小光和 温然庶民发表的那两篇论文 虽然你这么看重数据和实验 那你有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吗 而且你中途退了学 你真的了解 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吗 我了解 在校期间 我完成过一篇专业论文 这是完成吗 完成和发表可不是一个概念 我的论文曾被人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六的杂志上 我想我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错 那怎么你这个文章的内容 和温然和的科学杯一等奖的论文一模一样呢 你们是共同发表的吗 那为什么不共同署名呢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主办方在接收到我的举报信之后 第一时间撤销了一等奖的奖项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被撤销的一等奖 会出现在温同学的简历里面 各位老师 这个科学杯一等奖 虽然被苏维安同学恶意举报 主办单位也只是暂时收回了奖杯 获奖证书还在我手上 后来我们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 导师确实是根据工作量和贡献量来决定的 这个第一署名并不是我抢他的 你我都清楚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带走实验日志 所以你断定我拿不出证证 但是老师们都知道 科研是环环相扣的严谨 做不得一点奖 那篇论文中使用的是荧光染色法 温同学 作为这篇论文最大贡献者 你应该很清楚实验的方法和步骤吧 是 我想也是 因为你在另一篇论文中 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荧光染色法 我想请问 在试验当中 你用的益康是哪家公司的 时间这么久 试验这么多 怎么可能一一记得 不记得 文章中 明明写的是梅卡公司 那就是吧 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老师们 在试验当中 你是用什么方法 避免假药性的吗 这个 在我论文里面的实验报告当中 有具体方法和详细材料 在我举报的那篇论文里面 试验采用的瘦体蛋白一抗 是二零一四年三月 从美国发出的 抗体公司在这批次中 做特殊标注 增加封闭时间 减少一抗浮育时间 而且要加用试剂 冲洗避免假药性 这一批次之后 试剂就做了改进 但是温同学 他在新一篇的论文当中 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 他跟他的神岗老师 都没有发现 用他的实验方法 根本得不出实验结果 温同学 新论文是你自己撤 还是等待再次举报 我可能记错了 我用的那个试剂 可能就是二零一四年三月那批 两篇论文相差三年 怎么可能用一批试剂呢 第一篇论文实验 刚刚结束的时候 因为试剂消耗过大 贺小光老师 还叫我去申请 加工新试剂 这都是有记录的 院长 那个 我可能是用了 颗粒其他老师 没有用完的试剂 我可能是用了 老师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老师 加事没必要继续了 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吧 人事部马上出一个方案 彻查近年来各科室 发表的论文 彻查近年来各科室 发表的论文 一定要彻查 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造假 我们华人也不是个 藏物纳垢的地方